泰国海军护卫舰苏可泰号 18号深夜 金船在泰国湾遭到狂风巨浪 船身倾斜进水 最后不幸沉没 尽管救援队五成功抢救73人 但有超过30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落海之后下落不明 暗夜的海上刮起狂风 卷起的巨浪 当场把泰国海军护卫舰苏可泰号 给推得严重倾斜 最后船身开始进水 引发引擎故障 再有一百多名士官兵的苏可泰号 挣扎一段时间后 在18日接近午夜时 沉没在泰国湾 距离巴蜀府的海岸大约37公里 当局立刻出动三艘舰艇 和两架直升机前往救援 尽管人员迅速赶到 却还是有部分陆战队员 不幸在暗夜里落海失踪 苏可泰号是美国建造的 从1987年开始在泰国海军服役 船身长76.8公尺 排水量960吨 是泰国海军舰艇中的小型护卫舰 欢迎新闻王浩组合报道 聚焦美国政坛总统大选 2024年才要登场 但是已经导致两党对立 根据了解 总统拜登的幕僚 正在开始筹备竞选活动 似乎有意争取连任 至于潜在对手 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川普 现在面临40位民主党籍议员 想要援引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试图禁止川普重批战袍 两年后的美国总统选举 会不会上演2020年的戏码 拜登和川普再次交手 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没有正式推出人选 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 总统拜登的幕僚 已初步讨论竞选团队的人选 甚至不排除 把竞选总部设在费城 以及拜登的故乡 德拉瓦州威明顿市 所以说现在谈这些 还有一点太早 不过拜登日前前往决战州 雅利桑那和密西根时 透露想要连任的企图心 大力宣传过去两年 如何兑现竞选牛肉 改善经济 重振制造业 只是支持率似乎不太给面子 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 54%的登记选民不支持拜登 而力挺拜登的则有43% 然而要翻转也不是不可能 拜登的顾问认为 其中选举结果证明 最新的能源政策 支持堕胎权 甚至主张美国民主受到威胁 都可以获得选民的共鸣 因此或许可以大力发挥 除了议题设定很重要之外 知己知彼也是关键 竞争对手共和党 到底会派出谁来对战拜登 最近极力维持政治声量的 前总统川普 似乎很感兴趣 只是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 如果拜登和川普再一次对决 拜登有望以45% 领先川普的43% 尽管拜登胜算高一些 但40名民主党籍的议员 以联署力组川普再次出现 使出的手段就是援引源自 18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的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因为第三节民定曾宣誓 克尊宪法的人若参与叛乱 将不得担任公职 民主党籍的众议员 西齐里尼等人认为 川普煽动上千名示威者 在2021年1月6日闯入美国国会 引发大规模的暴乱事件 这个行为等同于叛乱 意图推翻拜登当选的合法选举结果 他们认为企图摧毁政府的人 就没有资格担任国家领导人 然而这份提案最终能否过关 还充满变数 只能说2024年还没有到来 选战狼烟已四起 欢迎新闻的幕间 中文报导 北韩又来了不甩日本的抗议 18号再度试射飞弹 19号又透过官媒宣称 积极开发的间谍卫星 已经进入最重要的测试阶段 预计2023年4月之前完成 同时公开测试影片 另一方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上个礼拜罕见的缺席 父亲金正日去世 11周年的纪念活动 外界推测 可能是家警监督 飞弹或卫星等相关测试 大批北韩军人 在万寿台献花制役脱帽鞠躬 17号是北韩前领导人 金正日逝世11周年 不过父亲继日这么重要的日子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今年却罕见的没有亲自出席 专家推测金正恩可能正在 沿理2023年的施政计划 或是亲自监督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和卫星发射测试 才没有参加悼念活动 北韩18号再次发射飞弹 19号更透过官媒宣称 开发的间谍卫星进入最后阶段测试 预计明年4月之前开发完成 并公开试拍的黑白卫星影像 左半边可以看到南韩仁川港 另一边则是首尔的一部分 不过南韩专家对照片的真实性 抱持怀疑态度 也认为就算是真的卫星影像 如此低的解析度 也难以应用在军事上 以下射飞弹 以下开发间谍卫星 北韩挑衅行动不断 南韩国安会常委会 因此开会讨论对策 强调为了保护南韩公民不受影响 将不断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 欢迎收入的闽轩综合报导 接下来的投资案 是为了对抗气候变迁 共同做的努力 欧盟碳市场传出重大改革 为了要减少碳排放 而且加大对气候友善科技的投资 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达成协议 将强化碳排放交易机制 将会允许发电厂钢铁跟水泥 这些高耗能产业 根据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购买碳排放权的配额 为了对抗气候变迁 让2030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能比1990年时减少45% 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 历经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 终于达成欧盟碳市场重大改革协议 首先加盐排放交易机制 允许电力生产商 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 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 购买碳排泉免费配额 这个配额将会越来越少 因为要鼓励企业投资绿能 减少碳排 未来打算在2030年前 费除48.5%的碳权 并在2034年前全面费除 除了企业之外 从2027年开始 家家户户也必须掏钱 给付燃烧石化燃料 以及天然气所产生的碳排 如果减碳不利 民众就得付出更多的金钱 目的就是要让欧洲的所有公民 以及工业一起为地球来努力 欢迎新闻的标志 现在把焦点转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场 俄罗斯军队持续朝乌克兰发射飞弹 除了聚焦轰炸乌克兰东部的前线 俄军也不断锁定能源设施 造成首都基辅和一些大城市 陷入紧急停电 索性目前已经恢复了 900万户的电力供应 供暖及供水系统也陆续恢复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攻击 总统泽伦斯基向人民喊话 誓言要捍卫国土到底 楼房屋顶被炸出一个大窟窿 还有建筑在空袭过后 只剩下断圆残壁 俄罗斯加紧轰炸乌克兰 对于居住在乌东前线的居民来说 这些满目疮痍的画面 简直已经成为日常景象 俄军近期才超乌克兰发射70多枚飞弹 俄军近期才超乌克兰发射70多枚飞弹 目的是要破坏乌克兰的电力设施 除此之外 乌克兰军方司令也表示 敌军还持续聚焦轰炸 东部的盾内刺客地区 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丁 即将拜访白俄罗斯 外界担忧莫斯科可能发动新一波攻势 并且从白俄罗斯的边界进攻 面对这些永无止境的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无所畏惧 誓言要捍卫乌克兰国土到底 俄罗斯上一轮大规模空袭 造成首都基辅和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都陷入停电 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声称 破坏程度比以往都还要大 许多民众被迫在没有暖气 和自来水的情况下 忍受涉事地域零度的气温 基辅的地铁甚至一度停止 随着当局进行抢修 基辅市长克里契科最新宣布 地铁服务和供水已经陆续重启 供暖系统也已经全面恢复 只是俄罗斯飞弹不知何时 还会再次来袭 民众对于水电暖气的供应 能维持多久 完全没有把握 华语新闻黄于军综合报道 太平洋岛国斐济的国会大选结果 在18号完成计票 但是却陷入僵局 而由前总理跟现任总理 带领的两派政党联盟 席次都没有过半 斐济国会总共有55个席次 前总理拉布卡领导的政党联盟 以及现任总理巴依尼 马拉玛领导的斐济第一党 分别获得26席 都没有达到过半的28席 目前都在想方设法 拉拢第三势力 组成联合政府 以便取得执政 斐济位在战略位置 非常重要的南太平洋 因而这场选举也引发美中各国高度关注 法国跟摩洛哥似乎关系好转 由于日前呢 这两个队伍在世界杯四强赛相遇 法国队最后顺利晋级 原本两国紧张关系也出现和缓 法国外交部最近就表示 要解除对摩洛哥公民的签证限制 由于摩洛哥去年被媒体踢爆 疑似监控法国总统马克宏的手机 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再加上摩洛哥拒绝将非法滞留 在法国的公民接回国 所以法国决定减少摩洛哥签证发放数量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随着法模关系逐渐和缓 两国外交部长在16号会谈后表示 积极寻求重建双方的领事关系 并且宣布马克宏预计明年拜访摩洛哥 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情势日益严峻 北韩今年一共累积 试射了至少65枚的飞弹 再加上中国不断扩张海上霸权 日本政府不得不提升自卫队的反击能力 首相岸田文雄18日对国安与防卫部门 做出了三点指示 要求随时准备好应对中国或北韩的军事突发状况 不过岸田的防卫升级计划难以立即施展 因为根据12月中旬的民调 它的内阁支持率已经暴跌到只剩25% 屡创直舰以来的最低水准 北韩18日在朝日本海连射两枚飞弹 今年一共累计试射至少65枚飞弹 创年度新高 再加上中国对邻国军事挑衅日益猖獗 让未处威胁第一线的日本 不得不提高国防预算 强化自卫队反击能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18日 对国安与防卫部门下令三点指示 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 第一是在面临军事威胁时 对大众提供迅速且正确的讯息 第二确认船只航行以及飞机飞航安全 第三随时做好突发事件准备 现在中国的対外的姿势 和軍事动向等 我们国家的平和安全 及国際社会的平和安定 然而岸田内阁迅速强化国防能力的计划 却掀起国内不少反对声浪 甚至渐渐拖垮支持率 日本每日新闻本月17日到18日 诅咒的最新民调显示 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 已经暴跌到只剩下25% 比上次11月民调下滑足足6个百分点 创下执政以来最低水准 有关岸田政府计划 大幅增加防卫经费 48%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41%反对 至于透过增税 扩充防卫经费所需裁员 只有23%受访者同意 高达69%的受访者反对 岸田文雄面对外敌挑衅之际 内政也寸步难行 在中国北韩扩张霸权主义之下 日本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华语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两岸话题来看到 中国对台式频繁军事挑衅 对全球带来了严峻的 地缘政治挑战 美国中情局局长 伯恩斯在16日的一场访谈中 就警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密切关注 俄乌战争的情势发展 并指示解放军将领 在2027年前 做好开战准备 因此未来的十年内 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是越来越大 解放军军机频繁绕台 军舰逼近海峡中线 清门踏户挑衅行进 推高台海冲突风险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在当地时间16日播出的专访中 就对此提出严正的警告 除了警告习近平犯台 野心不容小规之外 伯恩斯还进一步强调 习近平正密切关注 俄军在乌俄战争中的军事表现 同时只是麾下将领 在2027年之前 做好开战准备 伯恩斯认为 未来十年内 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会越来越大 不过对于两岸潜在危机 美方显然已有所准备 不只美国日益重视中国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 英国国会下议院外委会当地时间18日 针对翻新今年稍早拟定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 发表报告建议书 提到中国对台军事态势越来越具侵略性 外交政策强势毒断 让台海冲突风险升高 外委会指出 台湾是英国在印太地区利益的核心部分 因此呼吁英国政府 未来向中国表达对区域情势疑虑时 应该更坚定明确 表明反对改变台海现状的重要性 而要是中国胆敢侵略台湾 将大大破坏英中关系 环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美国南达科他州因为大雪导致民众受困 学校停课 美东传出停电等灾情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爆发了这个风雪的情况 导致路空交通大乱 18号积雪深度打破了30多年来的记录 屋外的雪下得没完没了 美国南达科他州一名男子在上班途中 因为暴风雪的关系来到休息站避难 没想到这一困就是好几天无法脱困 这就是我的车 每个几个小时 如果我可以脱离到这里 我可以 但这不看不错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要做 但 我们在这一困 无奈地看着自己的车被大雪覆盖 还不忘自嘲一番 过去一个星期 强力暴风雪袭击的南达科他州 学校关闭 铁路停驶 到处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就连农场里的牛群也因为大雪 毛皮成了雪白一片 连夜抢修电力不止美国中部 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 也受到暴风雪侵袭 让超过八万人没有电可以用 工人只能冒着危险抢修电力 气象预报也预估接下来的一周还会有暴风雪 耶诞解之前 美东民众还有得受 街上的铲雪车没有一刻停下工作 欧洲大陆也受到大雪的困扰 俄罗斯莫斯科连日来不停地下雪 18日的积雪深度达到将近40公分 打破了1989年以来的记录 造成路空交通大乱 已经有超过200个航班遭到取消 尽管当局出动了14万工人 处理大雪的灾情 但人手还是不够 因为身体强壮的男丁 都被派到乌克兰前线作战 有很多人 他不停地禁止 走着走着走着 你处理吗 那怎么办 我们必须 我们工作 那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在乌克兰前线作战 人家没有工作 人家没有工作 他们都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 其他欧洲地区也沉了雪白一片 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 下起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欧美多国笼罩在寒冬中 年末将至 民众只希望可以平安过个新年 欢迎新闻徐浩铭 综合报导 马斯克要不要救一救特斯拉呢 自从他入主推特以来 闹出许多风波 特斯拉股价也直直落 现在传出原本的粉丝 一名大股东表态 要求特斯拉董事会 撤换掉执行长 另一方面 马斯克18号自己在推特发起民意调查 要求网友投票 他是否该辞去推特负责人的职位 第一时间涌进了好几百万人投票 超过五成赞成 现在就等马斯克自己好好想清楚 同时马斯克再忙 也不忘追士族赛 就在冠军赛的当场被直击 他跑到球场看球 烟火同庆 卡达氏族冠军决赛 也吸引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18号亲自到卢塞尔体育场观赛 然而语不惊人 事不休的马斯克得出招 没事多喝水 有事问网友 18号马斯克竟然在推特发起投票 问自己是不是该辞去推特负责人一职 更表示自己将遵守结果 而方问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约三百万人投票 并且有超过五成的人投下赞成票 然而马斯克却可能连特斯拉执行长的大位都保不住 其中廖凯元是出生在印尼的华裔美籍富翁 也是特斯拉第三大的个人股东 他过去一向以马斯克的脑粉自居 然而14号他却在推特落下重话 表示马斯克放弃特斯拉了 特斯拉需要也值得一个有效营运的全职执行长 建议董事会应该寻找替代人选 更说特斯拉长大了 现在需要的是类似苹果执行长库克的领导者 而不是马斯克 而艾夫斯斯素来看好特斯拉的股票 日前也忍不住批评马斯克把特斯拉当成提款机 在推特的争议不断也使得特斯拉的品牌恶化 还频频脱手股票根本就是提油灼火 而上周特斯拉股价重速超过一成六 创下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单州跌幅 也有看法呼吁特斯拉董事会应该任命临时执行长来止血 不但将维持马斯克的角色 也能让大股东有更多可以理解内部状况的管道 日本从十月开放外国游客自由行以来 许多国人是赴日本去旅游 不过这几年日本受到原油价格和通膨影响物价上涨 包括了机票和住宿都比疫情前来得要贵 另一方面日币在持续贬值下 大部分的台湾游客都认为 现在到日本去旅游是非常划算的 一整排黄澄澄的银杏大道或是火红的枫叶 落日下的晴空塔和富士山 都是日本秋季的限定美景 看完风景拍完美照再品尝和牛 海鲜寿司等美食结束一天的完美行程 疫情后日本解封游客最关心的 就是这样一趟日本之旅 荷包会不会大缩水 科学两年多来日本再度开放外国游客入境旅游 虽然受到通货膨胀影响日本物价持续的上涨 但是在日币贬值之下 还是有非常多人觉得相当划算 之前换过最 日币最贵的时候 是换差不多到 0.3多了 但现在是已经几乎快要跌到0.2 就是换算价 买东西除以不同 除以3跟除以4就感觉差很多 机票饭店涨价那其他没有 整体来说 东西真的很便宜很多 我几乎像我来都吃摄像葡萄 你知道在唐几颗的一串十几颗 我们常去台北常环岛 700多块台币 你知道我们再一用买 一串才1500多日币 我们一次就买两串 游客拿出照片开心分享美景还有战利品 说着日币有多便宜 疫情前2019年日元汇率大概在1美元 对110日元左右 今年10月一度贬到1美元对150日元 贬值幅度超过3成5 以一晚平价牛洞来说 虽然从320涨到380日元 但以当时汇率来看 现在的价格还比过去便宜 另外迪士尼一日券门票 也从7400涨到现在最贵 9400日元 不过换成美金后 却便宜了5块美金 几乎可以说 日本物价上涨幅度不及日元 贬值速度 唯独价格浮动的机票和饭店等 受到需求大增 以及平日假日 淡忘记的影响 可能多少比疫情前贵了一些 比疫情前稍微涨 大概差不多两成左右 对 然后因为班次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那个涨幅 然后再加上燃油费 有价在涨的关系 基本上以日本来说的话 住宿方面要看整体的服务内容 比如说我们公司只是提供那个住宿 没有提供餐点的话 那其实涨幅是不大 但如果是说有牵涉到就是一些比较 比如说那个贴心的服务 还有那个餐点的服务的话 那大概也是都有在成长 大概一成到一点五成左右 以机票来看 根据统计 2018年台北非东京传统航空平均价格 新台币11700元 现在则要15000元起跳 廉价航空也从7000元涨到9000和1万元不等 睽違将近三年 不少台湾人迫不及待到日本赏美景吃美食 虽然鸡加酒可能比过去贵一点 但在日币狂扁之下 精打细算 说不定还是能玩得很划算 环渔新闻十七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不止农产品 中国从12月8号起 全面禁止台湾多项水产品进口 尤其五载鱼 秋刀鱼 鱿鱼 冲击最大 面对基层养殖鱼户的忧心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19日前往高雄 屏东等地区视察 承诺会想方设法拓展其他通路 也说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新鲜无子鱼烘烤过后 外酥内软香气扑鼻 偏偏中国禁销令 让基层渔民实在苦不堪言 不是说特定一定带力 可以去队都好 政府有办法把我们倒销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不是靠补助 补助不是办法 逼经中国据收后 这一算国内至少有 4200公顿的渔货 需要转销其他通路 农委会想方设法 希望国内市场消费2800公顿 也扩展外销1400公顿为目标 期望解决产业的燃眉之急 不能仰赖单一市场 国际市场分流以外 国内多元的行销及加工 才是未来因应之道 石斑鱼之前的外销比例 又比五月还更高 无法卖到对岸市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其他市场 会全力的来启动 最主要就是大家要 稳定下来一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 度过这样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产业转型 寄出奖励措施 要抢救养殖渔民 只是屏东县吴子鱼养殖面积 占了全国的八成 受害惨重 高雄的秋刀鱼和鱿鱼 也在这波名单当中 现在的产地的价格 还是维持一样 没有变动 这个就代表我们养殖富 冷静的头脑 相信政府慢慢的 走出我们的困境 这次的事件 其实对 没有错就是我们公会是最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我也觉得说 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自己思考说 在这几年过度的 依赖单一市场的时候 毕竟官方只会喊出 全面启动内销 真的不是最佳解放 欢迎新闻林伟 开装品达邱子林综合报导 扎义市长选举确定 用国民党的黄敏惠成功的连任 民进党在九合一大选之后 再吞一败了 在野党立委就炮轰 2024等着政党轮替吧 现在就连绿营的自家立委也不忍了 喊话党中央要正式问题 找出解决的办法 毕竟人民对执政党的木满 持续累积都没有消退 黄敏惠连任成功加一市长选举 入幕也代表绿云再吞败仗 这一次九合一大选中 国民党拿下14席 民进党只有5席 民众党1席 执政党这可能还不是第一波海啸 眼看可能到时候 甚至是明年2024 我想这些选举 可能执政党真的要等着 会被政党轮替 到目前为止 内阁不动如山 就代表是真的没有 好好的反省跟检讨 政治好像已经是放声 李俊逸候选人 没有下去辅选的一个打算 或者是计划 在野党群起围攻 蓝宜立委把矛头指向苏内阁 炮轰执政党没反省丧失民意 而这把怒火就连民进党立委也不忍了 我们也必须要大破大力 大开大合 才能够面对未来更严峻的挑战 不能玩表面 而是把每个人找回来之后 怎么整军出发 然后把问题找出来之后 怎么解决问题整军出发 接下来的两个会期 两次的一两次的院会 之后我们一定会回应社会 回应大众 呼吁选民多给一些时间 不过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十九号的最新民调 民进党支持者比例从百分之四十一点二 下滑到百分之三十点五 国民党从百分之十九 篡升到百分之三十一点六 如果换成实际人数 等于绿营流失两百零七万认同者 二零二二县市长绿营手中仅有五席民 投不下去败选之责 检讨反省 真的不能喊喊口号就好 欢迎订阅郭斯文宋指引台北参谋到 好 台股绿油油 十九号指数开低走低 最终下跌九十五点 收在一万四千四百三三点 不过距离台股封关已经倒数两周了 根据统计 过去十年封关周 大盘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行情 那平均的涨幅为百分之一点四二 不过统计今年台股的表现 截至十六号收盘为止 指数仍下跌超过两成 那外界就好奇了 封关收红是有望的吗 翻译区就表示 股民可以乐观期待 台积电十九日一开盘 下跌四点五块钱 盘中无力上攻 股价收黑四百六十六点五元 拖累大盘走势低迷 下跌五十点 以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八点开出 盘中跌点再扩大至超过百点 最终下跌九十五点 收在一万四千四百三十三点 还是呈现弱势震荡走势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在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是继续的收个长黑 电子还有金融股 甚至于包括了上个礼拜 强势的钢铁以及 这个汽车类股 那今天的走势都相对的疲弱 那对市场信心 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压力 美股近三天崩跌千点 台股也再度沦为外资提款机 科技股弱势 大盘指数回测半年线 今年截至十二月十六日 指数仍下跌超过两成 不过纵观过去十年 封关中大盘都会上涨 平均涨幅为百分之1.42% 又以2020年百分之3.27%涨最多 甚至过去二十年 封关前后第一个 及最后一个交易日 收红几率也都高达百分之七十 那如今距离封关倒数两周 台股有望在年前冲一波上涨行情吗 现在台币已经比较回稳一些 那我们是认为说外资呢 还是有回流的机会 那这个也会造成呢 我们台湾股市呢 在这个封关那一周呢 再度收红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年底这个新一年封关之前 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动作 实际上一月上涨几率就有机会 这个可能会比较低 那再加上封关比较早的一个情况之下 观望期间会比较提前 所以卖亚也会提早 法人也表示台股10月11月大反弹力夺出境 加上台美接连升息笼罩经济衰退忧虑 导致历年12月股价涨多跌少 今年也是下跌2.36% 2020年封关能否给股民大红包变数还很多 环境新闻参与之白云飞台北报导 全球升息潮 国内多家银行也同步调高存款利率 但一年多出几千块钱的利息 根本就是比不上增加的房贷支出 无法截留又要怎么开源呢 理财专家告诉你 每个物件都账上嘛 所以都是开销很大 钱赚的少支出比较多啊 现在觉得压力越来越重 清水好像一直在减少 全球刮起升息潮 通膨巨瘦肆虐虐 房贷族车贷族统统遭殃 荷包越来越瘦 到2022年各种黑天鹅跟灰犀牛出现 所以2022年基本上总结前三年之后 可能会让我们迎来2023年很多的不确定的结束 台股跌跌不休 基金也难滚出钱 全球迈入升息循环 若以贷款1000万的30年级房贷 升息前利率1.375% 第一年总缴40.7万元 升息后2%利率一年得多缴约3.7万元 根本比不上多家银行调升存款利率 存100万每年才多利6250元的利息 那小资族都想问2023年到底该怎么替荷包增胖 我觉得ETF在明年尤其是相对现金有比较好的蓝筹股的ETF 利率现在相对今年三月来说涨了4%以上 所以明年会出现一些高收益的储蓄型的投资工具 那大家如果说在乎的是稳定的收益 这种所谓刀席的储蓄账户 其实也是可以稍微去特别关注 专家建议慎选股票以零股投资高价标的 高收益 储蓄工具 黄金都是避险妙招 而穷股达人也分享自身经验 百万股息入贷不是猛 我挑成长股的部分就是我一定会第一个就是我会去看 他的现金殖利率一定要有5%以上 这是第一个 他有连续配息记录大概10年以上 累积下累积大概今年是第四年 加起来应该有300 刘建新每个月拨三分之一薪水 瞄准稳定的金控类股以存股为目标 不看价位市场波动不间断投入 四年已有500张 年年现金股息50万入贷 不以小博大只专注长期持有 保本也避险才是上策 怀孕新闻蔡宇志白云飞台北报导 戴歌龙头红海集团先前大动作的入股中国紫光集团 但是16日无预警的宣布全数出清持股 对此创办人郭台铭强调已经退休了 全权都交由董事长刘洋伟来处理 市场传闻红海是考量到了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晶片法案才拆弹退出 但也有专家持不同看法 认为放弃紫光等于拿回240亿的投资金额 可以继续投资其他半导体领域 并非坏事 红海放弃紫光 不该我管的 不该我都不会回答 被大批媒体包围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继续打太极 一句退休不管是让外界更好奇 红海出清中国紫光持股 240亿投资案一夜告吹 放弃中国半导体国家队 葫芦里卖什么药 做一个创办人也好 做一个董事长也好 其他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找到一个好队的接班人 我们刘洋伟董事长比我要手 长江存储就已经被排除开来 所以说红海其实投资了 也触碰不到所谓的长江存储 200多亿元的新台币的这样一个金额 如果说你去发展 红海的汽车电子产业 第三类半导体的话 对于红海这笔钱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一笔钱 事情太突然 经济部投审会要求 红海19日提出完整说明 回顾争议五个月 7月红海透过旗萨工业赋联入股 8月董事长刘洋伟在法售会上赞赏紫光 据投资价值 现在一切归零 市场传闻 美中科技战尤其晶片法案 如同紧箍咒 也让红海选择拆弹 红海在中国大陆 其实深耕了这么久的部分 也有其他的半导体事业的布局 所以如果真的是涉及到美中贸易战的话 应该是全部通通都撤出 而并不只出脱紫光集团的这个部分 不过紫光集团本身争议不断 在2015年曾喊出 买下台积电合并联发科 但时任董事长赵伟郭却深陷财务危机 好不容易盼到红海出手相救 但供应链却吹起去中化浪潮 紫光恐怕破镜难重远 环女新闻 客观成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今天难得公开露面出席活动 不过被问到紫地斌高宏安 深陷贪污遗云 郭台铭直接拒打 历经检调约谈 高宏安依旧老神在在 公布小内阁名单 从科技界跨入政坛 前老板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作为最长后盾 但郭董态度低调 不占台部回应 难道对紫地斌表现失望了吗 谢谢各位 今天只问I.E.的对不对 我们一起攻克癌症 这是我现在 在讲着下一个目标的话 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警签妻子曾欣赢分享 2023新年新愿望 积极投入I.E.研究 成立临床试验中心 就是绝口不提政治题 更别说2024 现在的执政当局是并没有 把人民的生命 对我在购买 这个COVID-19的疫苗的过程中 我得到的这个障碍 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 执政党有要你签署 2024放弃统一所 中间的这些过程 其实郭董吃了很多的闷溃 把他的重心转移到 比如说癌症的防护 帮候选人助选的时候 他其实最在意的就是不能贪 帮高宏安背这些书的话 我觉得那一点是强人所难 郭董前后两次替台大I.E.活动站台 促成永龄BNT合作 但面对曾经得力助手高宏安争议不断 郭台铭冷处理 绝口不提 商界强人的从政之路 似乎也在国民党总统初选的 2019先暗洒暂停键 环宇新闻 宋军一客观成成品真 台北参谋报道 迎接冬至不少民众会吃汤圆 因为象征圆满的意思 但是有别于一般传统汤圆 南北有不一样的吃法 除了有冷热冰搭配绿豆蒜之外 客家人最喜欢的就是 胡椒五香内馅的三角咸汤圆 而台中有业者推出现摇元宵 冬至限量开卖一万颗 已经抢购一空 摆胖胖汤圆在热锅中滚啊滚 看了已经让人垂涎三尺 但这还不够 碗中铺上创冰 亦需放入汤圆 红豆以及大甲芋头 最后再淋上绿豆蒜 冷热冰丰盛上桌 我们一般的冰料都是冷藏的嘛 冷热冰最主要是 我们的料都是现煮的 因为一般大部分外面的创冰 可能是用黑糖啊 或是用二砂 有别于传统一个个三角咸汤圆 造型淘洗 就像颗金元宝 让Q糯米咬开 内馅肉香多汁 客家手工前汤圆迎接冬至 老涛就爱这一味 不过同样是古早味 今年也不能错过这手工摇元宵 一颗颗纯手工摇出来 层层滚上糯米粉 一年只卖冬至跟元宵两个时间 晚来的还买不到 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一千盒的数量就被订购完毕 原物料的部分 那我们很难控制它涨不涨 所以我们原来的280元 就一盒涨20块到300元 因为他们好像有 反复的沾水又沾粉 然后来做 所以他们吃起来 比较有一些空气感 对然后比较Q弹一点 比较有嚼劲 内馅很多很扎实 吃起来那个花生的香气 跟芝麻的香气 都会直接充满整个嘴巴里面 从南到北特色汤圆 吃上一口不止暖乎乎 也让你甜上心头 环宇新闻 陈明晏 红世诚 五名夜高陵景 桃园台中报导 这两天真的好冷 高雄豆浆店一早就迎来 长长的排队人龙 民众自备着保温瓶来装豆浆 甚至业者就说了 平常高雄是热到只穿 无袖上衣的 今天他们特别穿上了 羽绒的背心 也因为天冷呢 熟食是卖得特别的好 豆浆还有烧饼都比平常 多备货两成 掀起锅盖窜出白烟 早上来一杯热腾腾的豆浆 整个人都暖了起来 打开烧饼铺上蛋跟油条 高雄知名豆浆店 一早排队人潮满满满 业者的手没停下来过 很好喝啊 它的豆浆 好像真的是蛮好喝的 我吃了一二十年有了 我每天都在吃这一家 都好喝啊 它都是很天然的东西 他们自己卖的人都有在吃啊 就是买他们的豆浆 还有他们的招牌的 那个烧饼油条 假日都比较多人啊 平常日就比较少人啊 天气冷一定比较好啊 夏天人家都吃不下去啊 不畏清晨的低温 民众穿着大衣羽绒外套 特地带大容量保温罐来装 就连平常只穿吊嘎的老板 竟然多套上一件羽绒背心 夏天是脱衣服啊 冬天是穿吊嘎啊 是有冷到它吗 有有有有有 最近凯兵气味有点 现在比较凉一点 难得变冷的高雄 民众出动大衣来预寒 也要来上这一杯热乎乎的豆浆 配上现煎烧饼油条 让胃跟着暖了起来 欢迎新闻 凯兵明夜高临景高雄报道 冷冷的天就想要来一碗热汤 特别的暖味 尤其啊 今天浮现冷却作用的影响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会很大 台南清晨低温是下探了6度 一早您看到牛肉汤店 就出现了排队的人潮 不少民众想要在上班之前 喝一碗热汤来暖身 就连浮水鱼羹 还有麻油鱼肚 也是台南人早餐的热门选项 还有姜母鸭店的人潮啊 也是排到满出来 热腾腾的高汤 寒冬中直冒白烟 浓郁汤头用大骨龙骨排骨熬制而成 大勺子一瓢冲下 现切牛肉片透着粉红色色泽 美味的牛肉汤上桌了 这波寒流激动 辐射冷却作用之下 19日台南清晨最低温下探6度 民众赶紧来上一碗牛肉汤暖暖味 很冷啊 就是因为很冷然后很饿 想说吃个乱活的 想到要吃就会过来啦 已经吃了三十几年了 我发现就是客人续汤的方面增加 不应该说成长几成 你们两个都拿差不多 只是比较早打烊 他们攻足球碗就 然后像今天足球赛碗之后 人就出来了 还顺势搭上士足热 人潮一波接着一波 天冷热汤销量夯 台南湖水鱼羹配上麻油鱼肚 也是个好选择 就时间就会变成说大家喜欢喝热的 他就会想要出来 现煮的就是有差 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也没有经过外送的这个过程 现煮现卖最好吃 外面也要吃 就连姜母鸭店这两天人潮也是满出来 一路排到店门外 店家的双手没有停过 大锅拌炒姜母鸭香气扑鼻 这样一整桌的食材 姜母鸭澎湃上桌 昨天经过的时候 本来要进来用餐 但是外面已经占了十几个 可能天气突然变寒冷 所以大家都会想要来吃姜母鸭 第一波寒流啊 所以天气冷大家都想要吃姜母鸭 所以我们五点一开始 可是四点多就有人好 就有客人进来排队了 天冷补生热汤人气强强棍 也顺时拉抬暖胃商机 欢迎新闻成员卫装品达 邱子玲台南报导 今天出门 有没有感觉阳光露脸稍稍回温了呢 的确这个霸王级寒流的威力减弱 那今天一早 不少民众就到露天温泉泡汤 用热气来击退寒液 只不过得把握 今明两天的好天气 因为周三干冷空气又要暴到了 医生就建议 其实你可以在家里泡泡脚 那这个热水的高度 至少要到脚踝来照顾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那也可以加入像是薰衣草 药草包来帮助睡眠 浸泡在青黄泉里 身体筋骨伤一下 尤其沙坡寒流最快周三 强势报道一早北投公园 民众抢炮露天温泉 四点半的从台中过来的 青黄汤对筋骨酸痛 筋肉很有帮助 早上有看到太阳很不错 那平常我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都会来泡 地球踢被子大家皮皮刺 十九日清晨 本岛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 而眉只有四度 台南一北也都在十度以下 难怪泡汤民众天天迁到 用热腾腾蒸气温暖身心灵 把身体变得红彤彤 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的寒冷 所以很多人是选择我左手边 像这样子的冷泉来做泡汤 那么医生也建议每一次的泡汤时间 是尽量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 用全身浴驱散寒液 想照顾第二颗心脏可以泡泡脚 医生建议至少要泡到脚踝 如果小腿膝盖酸痛可以提高水位 也不妨加入药草促进血液循环 薰衣草玫瑰帮助入眠 单身将片舒缓手脚冰冷 荷叶爱草则能力水消肿 有些发生病 比如说是糖尿病的病人 它的末梢的循环比较差 一种天气大概43度跑不了 怕冷的话可能会到45度 泡汤泡得暖呼呼 起身后别忘了留意保暖 避免短时间频繁冷热前交替 才能泡得心安 环宇新闻科冠城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 有哪些新的动物明星呢 可爱画面一起来看 猫融融的猫熊慵懒得躺在树干上 一举一动都让粉丝们看到心融化 台北市立动物园大明星团团 11月中旬病逝 还是很多大小朋友来看猫熊 猿仔猿宝姐妹俩人气爆棚 很可爱 很可爱 没有特别 主要是来替我孙子看熊猫 他很喜欢熊猫 来到动物园 我们可以看到猿滚滚的猫熊 我们再带你到台湾动物园区 你觉得不能错过 也是动物明星的石虎的卖模亮相 园区内可爱动物排行榜 网路人气大PK 猫熊依旧拿下冠军宝座 第二名是食蚁兽 第三名则是食蚁 不过要照顾这些动物明星 也不轻松 小红那时候因为可能是带着小朋友 所以他那时候的活种 行为模式跟一般的食蚁兽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能相对的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他可能晚上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呢 就到处探索之后 就往我们的后山移动 两年前南美小食蚁兽 小红翻过栅栏脱逃 一度行踪成名 三个月后才被游客发现在 深坑山区爬爬灶 至于食蚁飞飞则是 钻入放盐的破口意外 脱逃在外十多天的旅程 体重达3.06公斤 甚至比陶家前重0.1公斤 现在园区内有新世代的动物网红 也是各自拥有大拼有物者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明星动物 其实是一只叫做妞虎的小食蚁兽 那是因为我们今年有推出一个 保姆奖鼓的活动 那它是我们经由训练可以带出场 让游客近距离观察的动物 虎二哥则是就作为一个 保育大使的角色 这样留在我们台湾区 让民众可以看到它 少了团团生意 不过动物园王后明星崛起 陪伴大小朋友 照样掳获粉丝的心 快选郭斯文宋志明才被抢不到 看见新东协 谈点东协 关键经济指标 研判企业物体策略 探索新南向无线上级 玩语新闻台开启国际视野